這段影片竟然是說回大媽春 為什麼呢? 普通就不說了 因為看到翁女俠、翁正貞小姐 有一段影片也挺有趣的 提出了很多問題 我想很多QL不太明白怎麼解讀 我都要出手 另外因為我剛好跟警方有聯繫 有些最新的消息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大致的情況 兩個個案都可以黏在一起 所以就有一段影片都說了 不會太長 翁小姐在前兩天的危險人物2.0 用了三個尋人啟示 最後一宗個案是說何志華尋妻 來帶出 一個 賀志華找他的華嫂 老實在他的表態中很清楚 他拿著一隻河馬仔 很清楚這個就是何太 首先講講他的內容 大致他就說南方 賀志華先生是1980年9月出生的 而他老婆是他同年6月出生的 華哥就要找華嫂 他們兩個人原本就住在楊江市楊西縣 跟他老婆記得分 理論上就應該是這個 大媽春 他兩夫妻在2018年 他老婆因為大媽春 在2018年就拿了雙情證 多次 就 來香港 19年開始鼓鼓鼓鼓鼓 這個故事跟大媽春一直所表現出來的故事是非常之不同的 又是隔了一個老人家 朱瑤瑞也住這個 劏房 完全不同的 這個故事就是 徹底扭轉了之前 大媽春所說的話 這樣說 華嫂 老公就要找你 你老公也很掛念你 雖然你是生育 你是想生育 但是你生不到寶寶 你老公也很掛念你 一邊帶出一個問題就是 他不認同 這個大媽春現在身邊的十幾歲的 所謂的 18歲的何童 是他親生兒子 究竟那是誰 連華哥也不太清楚 在19年之後發生的事 這件事是非常特別的 所以有很多花生可以吃 然後 他就說你把戶口 即是老婆 這個大媽春 把戶口 就 從楊西搬去站江 於是 還說 因為老公也找他 找一找就找到 於是他搬去串金路 他也不說話 老公就很掛念他 你先看了一堆這些東西 就知道 雍正正應該直接聯繫到這一位 叫做何志華的華哥 如果不是他講不到那麼多東西 他也相信這位華哥所講的東西 有很大可能是 真實的 但是要一段 深入的查冊 所以 雍正正應該就是未做這件事 如果做的話 他就不需要再搞那麼多東西 那好了 雍正正的提報 女方想生嬰兒 又在站江看醫生 然後這個 如果有了華哥這個人物 當然有很多資料可以說出來 他說 說說你女人的價錢 不在於有小孩子 華哥對你這麼好 諸如此的東西 但是又爆了一些東西 就說曾經 華哥就說你不要這樣 你勸你不要賭錢 19年他在鄉下站江賭錢的時候 搞到行政拘留 華哥就很傷心 然後雍正正就說 其實你可以 做一下KOL的時候 說一下你在站江被行政拘留 那個時候的情況是怎樣 即是說 其實是說了 大媽春曾經試過因為難賭 然後在站江 被行政拘留 這件事情 肯定有紀錄的 雍正正就說他 大家姓何 說一大堆農民 是農民 不是農民的 因為這堆東西 跟之前的 大媽春的故事 有非常大的逆轉 好了 根據華哥說 他就說 在檔案上 這件事 最重要 就說他們還是 夫妻的關係 未離婚 那麼 他說去年 看醫生 這位大媽春 還是在用 大陸的身份證 那麼戶口不是取消了嗎 說了很多有關於這些 大陸戶籍的問題 那麼就問他在香港怎麼結婚的 根本在大陸的婚姻未取消 就不行 那麼你結了一次還是兩次婚 即是說究竟你是不是在香港不斷重婚又再重婚 是不是不斷犯你的重婚罪 好了 那麼當然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消息就是 他就說 喂你有一個十幾歲的年輕人 不應該是 沒有可能那麼大的兒子 那個兒子從哪裡來 這個又是一個疑惑 那麼 說華嫂呢 華哥很想找回你 然後又說華哥因為 需要賺錢 那麼有時候 從農田那裏沒有東西做 去了福田那裏做事 然後 他說 你們倆還是未離婚的 婚姻還是保持這個關係 那麼 那麼不過有些奇怪 就說為什麼你會離職 跟這一公 鹹白又結婚的呢 於是大陸 老公又怎樣 搞了一大堆 那麼跟著呢就 又提到有一個 同名同姓的鄉里 在這裏 那麼跟著呢就說 但是兩個人都不同的 一個是做服裝的 你就原本是農民 現在就改了戶口 那麼跟著 最緊要因為 翁靜靜你看到的 cover看到了他就拿了一隻河馬公仔出來 就很明顯就是告訴大家 喂我要說他 那麼翁靜靜之後就補充了就說 我很慎重聽你說 身份證 雙情證 這些號碼 就不會改的嘛 是不是 如果有人 寫信去入境處 就問有關於紛爭註冊的東西 那就會穿煲 於是乎呢 你就很麻煩的情況 那麼 那麼如果你跟華哥沒有感情 不如起碼都要有個交代 做清楚的情況 性 Cring Crown 不用搞得華哥 日思夜想 然後呢就 讚他啦 就是說你有空懷大志 諸如此類的東西 但是你都要搞定華哥跟你之間的關係 好了 就這個 翁靜靜 做了這條片之後 何之華尋妻之後 被逼這個 大媽春就突然間變得低調 然後再開直播的時候 就 他沒有破口大罵 總之一句拒絕了 所有翁靜靜所提出的 情況 他說沒有啊 這些黑粉啊 胡亂說 心理變態啊 我沒事啊 我走得正企 都是那堆東西 好了 我們可以 看看 這個 情況是怎樣 因為翁靜靜突然間說這件事 首先我們要認同一件事 他一定是收到了 我亦都相信以翁靜靜的情況呢 他是直接跟華哥 有電話 最少有電話溝通 或者是視頻溝通 否則他不會相信這件事 他會見過某些證據 譬如說是華哥 和大媽春之間的婚姻證明書 又或者一些相片 諸如此類的事 他才可能會接受到這件事 如果你亂說的話 不是翁靜靜的 做事態度 好了 好了 那麼 翁靜靜為何要這樣做呢 這個就是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翁女俠目的是為了什麼 首先我覺得 翁靜靜一定會覺得跟其他人都一樣 很討厭這個大媽春的事件 不斷在這裏發酵 做些沒有意義的事 他這個行為很明顯 他是想 終結大媽春 但是 很多人都說想終結大媽春 實際上是假的 因為為什麼 大媽春有很多KOL 你想想 隨便隨便 說一下他也有兩三萬點擊 你搞錯了 每天都要講兩三條 有五六萬點擊 六七萬點擊 很容易 你終結他 剪了一個荷包 那當然不肯 於是 這個拋磚引玉就看到了一件事 首先 究竟有沒有KOL 真真正正想 終結大媽春 要終結的話 其實不是很難 你首先就是 好像翁靜靜也看了你 你走去入境處 去投訴 去給資料 其實入境處就應該會做事 於是很快就會抓大媽春去問話 因為這件事 是一個 不同的身份 你是 首先要講講 在香港的重婚罪 以我的理解 我看的資料 就是 最高可以判刑 七年 我現在 跟警方去起訴這個大媽春是恐嚇罪 最高是五年 而 重婚罪最高可以七年 所以比我罪更加重 我相信 已經有人 直接 去政府有關部門投訴 我不是很相信 那些是KOL 因為KOL有他的利益 他不願意做 如果要做 其實早就已經做了很多事 他們都不願意做 為甚麼 只是說而已 去對付他很壞 你來這個混蛋 每天都在說 每天都在賺錢 是不是 但是真是想 終結大媽春 就沒有 很老實 只是留定堅 正式行動 真的去跟警方 報案 很可笑 有些人之前就說 你報假案 什麼 其實所有的資料 我都傳出來 我都說 如果你覺得我真的報假案 現在有沒有一個人 走去警方那裏 去告我 有沒有出現這些東西 真是神經病 所以 我看到那些人 是多麼低能 但是不要管 這些事情就過去了 好了 翁靜貞的企圖 很明顯 他想終結這個大媽春 但是 翁小姐已經退休了 做律師是比較辛苦的 對他來說 如果 他的行動 如果他可以不用出手 他就盡量不要出手 因為為什麼呢 既然有那麼多人想說出手 對大媽春想終結他 OK啦 我把資料都給你 你去做就行了 所以他很清楚 你看到 他裏面有重分罪 虛報年齡 送了子彈給大家 接著還有很清清楚楚 說了 在這個地方地點 那個 站江 然後楊江的地方 站江的串金赤土露 河之華 這些人名 地名 資料 都說出來 所以 如果 有人真的去查 很容易 但是呢 我首先要 跟大家說一說 因為我有跟 警方聯絡過 警方做事 他們的情況 跟大家的想像 有些 距離 就是呢 警方有很多事做的 就算我有時 打電話給他們 跟他們聊天 他們都說 大佬我們有很多個案子 不只是做你一個個案子 大佬 那就要 不同的人去做 首先呢 現在很肯定的一件事 以我跟警方的聯繫的理解 已經有一隊人 是 全力去做大孖春的案子 這個很肯定 有關於我這個情況 可能會有些 不同的 我不詳細說了 因為這個是 比較麻煩的事 那好了 而警方裡面呢 他要去做這件事 有人先投訴了 首先要有人投訴 或者是 就是去入境事務處 也好投訴 然後交給警方 去做資料搜集 首先有人先投訴 那好了 第二呢 要有關部門 接受投訴 接著呢 交給警方去處理 這是Step 2 即是你現在說 喂不是呀 這傢伙呀 重訓呀 接著呢 又 虛報年齡 這樣 一大堆 好了 交給有關部門 交給警方 他願意去查 兩個 你要去投訴 我相信第一步是一定有人做 好了 第二步 就是警方要做事 做事之後呢 情況不同的 就是 我相信警方最接見的方法就是 找人打給雄律師 要求雄律師提供更多更正確的資料 這個是有可能的 因為為什麼呢 既然所有投訴的人 都會說什麼 你看看雄律師那個 那個的 影片就可以了 KOL已經講完了 已經就是這樣的東西 警方一定會看 看完之後 但是因為這個都是二手 他說而已 他也沒有說清楚 這個是叫做 大媽春 他沒有說是這個人 所以警方呢 如果你要我去調查 首先 我希望 和 雄正正 來一個電話 或者是邀請他 提供資料的一個聯繫 然後拿了這些資料 他再分析交給上司 他認為 是否合理 因為其實是不難的 因為有這些資料 和上面有個溝通 譬如站光也好 和楊剛市也好 溝通一下 大約知道雄正正的資料 是不是很正確 或者吳志華的資料 是不是正確 然後 第二個 接著的階段 當然是打給吳志華 又或者 打完電話之後 就找人上去大陸 直接跟 這一位的何志華 對不起 何志華 沒有搞錯 不是吳志華 這位先生聯繫 然後拿更多的證據 好了 接著 就要 根據何志華先生的 證供 或者是一大堆東西 去國內搜集資料 和查證據 這個反而容易 因為證件的東西 是沒得搞的 好了 接著 就會進行這個拘捕行動 所以呢 所以呢 以雄律師的做法 我覺得是甚麼呢 很明顯 他覺得這麼多人 都是搞的搞老人 其實是不是真是 第一 他的方法就是 我拿一些堅料給你們 究竟看看你們這群KOL 是不是真的想終結這件事 所以呢 真是終結 想終結這件事 就會把這一個項目 做大他的 還有呢 他們甚至乎 他願意 去直接去參與 揭發多些 那有沒有這些KOL呢 大家可以看看 但是當然 剛才我都說了一大堆東西 不容易的 因為你要走上去做很多東西 可能有些市民有這樣的興趣 但是你說KOL我就 一般 我不是很相信有些KOL願意這樣做 因為這是一個終結行動 還有你也要花費用時間的 那好吧 但是呢 如果警方作為比較合理一點的 因為呢 現實上警方都是要去面對這個 即是終結大媽春那件事 所以我相信就是 翁小姐希望用他自己最少的力 去 叫動最大的 結果出來 如果能夠令到有某些的 市民 或者去做 最後 移動動到警方 這樣就最好 即是警方行動 那他不用管 因為就算翁靜貞 他繼續去做 他最後都必須要警方的力量 才行 如果不是 你揭發出來又怎樣 是不是 沒有人行動 沒有用的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有人 他又不想很老實 翁小姐又不想 他自己去報警 你去報警 很煩 很多事情 我自己在做這件事 很明顯 翁靜貞小姐 他不是太想 要牽涉入自己報警 好了 這就是他的第一步 所以大家要明白 翁小姐的目標是怎樣 他想 用他的消息 帶動了 一些人 去報警 或者跟有關當局 去投訴 然後 引動到警方去做事 他去配合 然後警方去解決了這個 終結大媽春的行動 基本上的概念就是這樣 當然 有步驟 如果警方不做事 或者做得不好 翁小姐可能 需要再考慮一下 究竟是不是 他自己 要走出來去做事 因為他已經說了那麼多 變成 是難一點的 我相信 我又說回我自己現在的情況 因為我接觸了這個警方 其實有關於這個 我的情況就是 第二個步驟就是落後攻 我就發現 警方的 行動 是比我想像中 是慢的 緩慢的 我就問了他們 我為什麼這麼慢 他們 以我所理解 他應該是 建立一個 新的 團隊 來去負責這件事 但是不是呢 現在我未去 百分之一百 清楚的 我只知道 他告訴我 就是 很多很多的資料 他們需要消化這些資料 是不容易的 我之前其實說過了 其實也曾經有一些刑事的朋友 跟我說 你自己的三百多集 大家要消化 去看完這些資料 而去做事 其實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大家可能 你的想法 跟警方的做法 是有一個距離的 他們需要時間去 消化這些資料 跟著做這些 所以 我是緊張的 所以我是直接 有去找過警方那邊 去問的 他跟我說 他說我們會 繼續跟你聯繫 有需要的時候 你放心 他現在未說 怎樣去處理 整件事 怎樣的過程 但是他就告訴我 都千頭萬歲 有很多事情 在搞 因為他要整理 不只是我的口供 他還有看其他 所以現在 警方告訴我 就是 他會繼續去做這件事 但是究竟 那個行動 會有什麼突破呢 他還未可以在這個時刻告訴我 就是告訴我 警方是 很多人力 已經是 擺在這個地方 但因為同事 要面對很多事 所以 我都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說 我們大家都想 當然 大家都想 終結這件事 如果問我 我為什麼要走去 報案 但是 都要給警方 因為 我看到他們 是很積極去做的 但是 始終是資源有限 所以 除非你是 例如上次 李隆基的事件 黃青霞已經 白字黑字 有了一堆東西 假的證件 很容易 一拉 一問 搞定 就中了 但是現在這個事件 是 有點難度 所以他要整理情況 是不容易的 譬如說就算這個雍正晶 他也不是說有大媽春 譬如說我現在有他的證件 證明了他錯 新的也不一樣 有了這些東西 你真正正的 那警方做事就比較容易 就是 很簡單 拉拉搞定 回來問話 沒有了 我不知道這次 重婚的事 因為重婚是大罪 而且 不難過 你檢查 在國內他未離婚的證件 很容易 你打去楊剛市 一檢查 政府就檢查到的 然後 香港容易檢查 大罪春跟 鹹白的結婚 一檢查 搞定 反而這個 會非常之快捷 我不知道 這個 因為 雍正正現在說了這些資料 我相信 警方如果要做事 他應該要找他 因為你無厘頭 你也要找一下 這個 何之華先生 是不是 他沒有何之華的 國內身份證 他怎麼查 他和大罪春之間 那個 的婚姻 那個東西 是不是 狀態呢 這樣 他會證明這些 但是 這件事 反而 我覺得 就 很容易 所以 翁小姐 就 說了這件事 可能是 吹發了整件事 會突然間有個突破位 這件事 要 多謝 翁小姐 這件事的發展 我相信 在這裏 會有一個 很快速的情況 會出現了 因為 只要對了證件 是中了 重婚 那就不用看拉德 什麼都不用搞了 其他那些 恐嚇罪當然要繼續搞下去 這是另外一個罪 但是這件事 因為很容易證明到 你很簡單 那邊的證件 原來真是未取消的 這裏也有證件 那就中了 除非 大罪春和鹹北 沒有在香港結婚 大罪春也沒試過在香港結婚 他有了香港居留 應該是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大家會知道 怎樣可以做到這件事 因為19年的時候 其實他才是古古怪怪的 你想想 19年 至到現在 2024年 幾年時間 幾年時間 你能夠居留香港 又拿起 這些 公屋 其實是很快捷的 一定是有些事 某些事做了 所以 看看大罪春 和雍正正這件事 是怎樣發展 大家就知道可以很短暫 反而我覺得 警方同時 有我的恐嚇罪 以及 重婚罪 就會快很多 相信 這個 終結大罪春的事件 會是 給大家有一個快捷的理解 以及一個結果 那麼 快點結束了 就不用再煩 香港的市民 香港市民都聽到厭倦 我也說到厭倦 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整個過程 不會是太多的資節 我相信 真是 終結大罪春已經到尾聲了 理得他搞什麼 新的頻道 也好什麼 都沒有意義的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點讚和訂閱 Thank you Bye bye